你听过《狼来了》的故事是吧 听过 如果一直活在这个《狼来了》的世界里面 你觉得最后会变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你知道你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你最让人担心的一点是 牛都吹破了 还要死成 所有的牛都是会破的 一旦破了之后 你就变成了一个不成性的 而这种不成性一旦层层累加 你身边对你不信任的人 越来越多 你的路就越来越窄 你一点都不尊重他的母亲 你在说出那句话的时候 你说口才好啊 你知道你脸上 大大的写着轻浮两个字 当着一个长辈 而且有可能成为自己将来丈母娘的长辈 在这样的一个舞台上说 好口才啊 轻浮 人应该真是 偶尔吹点小牛呢 虽然是小幽默 但是一定要切记 不要见了棺材都不掉泪 听见没有 听见 为什么他会找你啊 因为你信了他的牛嘛 你为什么会信他的牛啊 因为你内心也虚弱 你说一个男人在你面前 说得天花乱坠 一个大三的男生说 自己有很多人脉 可以为你介绍到工作 你的第一反应 不是说这个男人踏不踏实 你是瞬间你就相信了 你想想看 是你无知 是你浅薄 还是你虚弱 我想三者都有 但更多的是虚弱 我再次强调 单纯和简单是两回事 单纯是内心丰富 但是依然思想简单 而简单只是内心空泛 什么都没有 对吧 你不就是头脑简单的一个人吗 你内心很空洞 你才会被这样的一个男人 给迷住 一个在你面前 对你的母亲都可以不尊重 轻浮地说出话来的男人 值得你依靠吗 值得吗 所以说你自己好好想想吧 我不是说这个男生就这样了 他可以改正 改正之后 他可能还有将来 但我想要告诉你的是 如果你继续保持这种 所谓的单一的 坐享其成的 想要找依靠的感觉 我告诉你 你的婚姻一定是不幸福的 听见了吗 看一个人 不是看他说的怎么样 是要看他做的怎么样